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4月7日 这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第一个视频 内容是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乌克兰的战时租赁法案 140亿美元超级军援开始了 还请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啊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咱们开始 说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这场战事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 何时才能结束,一直是外界所关注 此前曾有消息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在5月9日二战胜利日阅兵前 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事 不过呢,最近西方又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当地时间4月6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成员国外长会晤前 对记者表示 说乌克兰战争将持续数个月或数年 他说,尽管俄罗斯现在正集中攻击乌东 但是呢,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北约看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 普京控制整个乌克兰的目标已经改变 所以啊,北约盟国必须现实一点 并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而事实上呢,不仅仅是斯托尔滕贝格说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也认为啊 乌克兰战争会将持续更长的时间 华盛顿时间4月6日 白宫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 拜登总统在当天签署对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计划时 曾表示 美国每天都在向基辅供应先进的武器和弹药 在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背景下呢 美国准备继续在军事经济和其他领域援助乌克兰 拜登总统与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的观点 可谓是如出一辙 乌克兰官方呢 与北约美国的看法各不相同 事实上两者也并不矛盾 乌克兰方面仅仅是将战事局限于段巴斯战场 毕竟啊 俄军基本上已经完全撤离北部战场 将兵力呢都集中到段巴斯地区 而美国以及北约显然是将战事放大到整个乌克兰 值得注意的是啊 斯托尔滕贝格和拜登的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的是西方国家的内心所想 让俄罗斯将战事扩大到整个乌克兰 借乌克兰战事呢拖垮俄罗斯 战争爆发之初几乎是整个西方世界都认为啊 俄军会以清风扫落夜般的速度迅速击溃乌军 占领基辅 曾经西方媒体还表示 俄军将在96小时内拿下基辅 为此呢战事初期啊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是相当的谨慎 不过随着乌军的强力阻击 俄军的进展缓慢 使得美国和西方国家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尽管乌克兰战事的持久会加剧西方 甚至是美国国内的能源危机 进而呢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但是与彻底拖垮俄罗斯有限的国力相比 这些高昂的代价 西方的政客们显然是更愿意付出 那么普京是否会向西方所说 将目标放在整个乌克兰呢 应该说啊战争初期是这样的 但是呢随着俄军的处处受挫 这种可能啊到现在来看是非常小 根据目前俄军部署的调整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主力 几乎都被派遣到了段巴斯地区 在基辅州边已经完全没有俄军的存在 如果依据斯托尔滕贝格的猜测 普京完全可以将俄军继续部署在基辅州边 既能牵制基辅以及乌克兰西部方向的 乌军持员段巴斯 又可以为日后俄军再次开启基辅战役 留下主要据点 不过俄军显然是放弃了这种选择 事实上呢俄军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当俄军撤离基辅周边的那一刻 将来恐怕很难再非常容易的发动基辅攻势 因为通过上次的教训乌克兰肯定会在基辅至白俄罗斯边境 部署重病 如果从段巴斯哈尔科夫逐步向西推进呢 那可真如斯托尔滕贝格所说 俄军将会陷入一种长期战事 对于目前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来说 显然是很难做出这种战略选择 所以啊 当俄军开始从基辅撤离的那一刻 或许普京已经打算放弃基辅 将兵力集中到段巴斯区域 尽管目前俄军已经收缩兵力 将重点放到了段巴斯区域 但段巴斯战场呢 显然是一块非常难看的骨头 乌军的精锐 段巴斯集群都部署到五都两周 他们都经过了西方军事人员的严格训练 数量呢估计在六至八万人 而且在过去八年间 乌军还在西方专家的指导下 在乌冬地区建立了坚固的防线 根据军事专家的说法 段巴斯地区啊 尤其是段涅茨克州 乌军控制的每一个城市据点 都是一个坚固的堡垒 俄军推进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以段涅茨克的马里乌波尔以及卢干斯克州的卢比日内为例 众所周知啊 马里乌波尔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 但截止目前呢 俄方并未完全控制这座城市 而且俄军车传武装段涅茨克人民军还在进行最后的推进 卢比日内是乌军在卢干斯克州仅存的一个大型城市据点 3月20日俄军与卢干斯克人民军曾攻下卢比日内 但随后呢 乌军进行了反击 目前在该市啊 还在进行持续的拉锯战 3月24日 俄国防部公布了一个月的战果 时曾表示啊 卢干斯克州已经有94%的区域为当地武装所控制 但截止到目前呢 卢干斯克州的战斗仍在继续 可见俄军与当地武装在剩余区域的推进是非常困难 在目前俄军推进段巴斯战事非常困难的背景下呢 切断段巴斯集群的军援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俄国防部发布了俄军在4月6日白天的最新战报 说俄军发射陆基高精度导弹摧毁了乌克兰第56独立摩托化旅设在新格罗多夫卡村的地区的指挥所 以及部署在格罗多夫卡村的武装基地 俄军发射空机高精度导弹摧毁 位于哈尔科夫州楚格夫定居点地区的一座燃料基地 该基地为乌克兰军队的装备提供燃料 此外通过火车抵运哈尔科夫州洛佐瓦雅火车站 为乌军提供的外国制造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被俄军摧毁 俄罗斯空天军的航空兵和导弹部队 袭击了乌克兰的34个军事目标 其中包括一套黄蜂AKM防空导弹系统 五座物流仓库 十一个乌军定居点和军事装备机械地 一个炮兵连 两个后勤物流设备转运转 以及乌军的九个据点和军事装备机械地 当然这只是俄军公布的战报 除了乌军的一些主要的指挥所外 俄军的军事打击力度 基本上集中到了乌军的军备后勤补给 西方也显然认识到了军事援助对于乌军的重要性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 当地时间4月6日晚间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重要立法案 乌克兰民主国防租借法案 这份立法与二战中的租借法案非常类似 允许拜登政府减少官僚主义的反文辱节程序 加快向乌克兰转移关键军事装备和其他关键物资 其实就是先援助后收钱 不过根据乌克兰目前的经济状况 其经济大多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支援 估计未来很难还美国的军事款项 美国正式恢复二战时期的武器租借法案 以快速向乌克兰进行军援 不用再经过漫长的审核手续 美国宣称乌克兰一定可以打赢俄罗斯 现在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美国等于是已经参战了 成为乌克兰的武器和后勤大本营 同时这也基本说明 美国对乌克兰军援要升级 不再是独自标枪弹簧刀这些单兵武器 或者是防弹衣军用口粮 夜视系统迫击炮等轻型的武器了 说到弹簧刀 美国的军援还有另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装备 这种装备就是美洲师小型战术无人机 美洲师可以与弹簧刀这里游荡弹药 组成猎杀小组一起工作 据说这是一项新技术 以前从未在实战中使用过 美洲师是一种手动发射的无人机 一展15英尺重量超过20磅 是加州的宇航环境公司的产品 它的飞行续航时间超过5个小时 控制范围超过25英里 拥有一个曼蒂斯i45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性能是非常好 相当于收割者及无人机使用的传感器的微型版 在无人机飞行时可以旋转提供地面目标各个角度的稳定视图 一旦美洲师强大的传感器定位了目标 那美洲师的操作人员就可以按下按钮 通过S2S自动发射弹簧刀 弹簧刀到达攻击范围后 操作员将二者的图像进行比对 确认正确的目标在发动攻击 操作员还可以通过美洲师观察整个攻击过程 并评估目标的损失 以确定是否需要发射另一枚弹簧刀 当然如果此时有新的目标出现 美洲师也可以发射弹簧刀 将它一并收拾 除了提升弹簧刀的使用效率外 美洲师还扩大了弹簧刀的攻击范围 可以预料美洲师家弹簧刀组合 将在乌东战场上给俄军带来巨大的麻烦 杀伤他们的高价值目标 美国对乌克兰军援要升级了 要向重型大炮坦克远程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发展 甚至还会提供F-15和F-16战机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 和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两人确认 美国正在美国本土培训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重武器 一旦得到美国军援上百亿美元的重武器 乌军的目标就不止是打防御战了 有了美元重武器 特别是如果有了F-15和F-16战机 那乌军肯定是反攻断巴斯后 直指整个克里米亚了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